阿弥陀佛 李宗盛 弟兄姊妹早安 早安 由我們先一同低頭祈禱 親愛天父我們 讚美你的名 因為你是宇宙的創造主 亦都是我們的舊主 天父說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今天能夠有生命氣息 我們能夠回到神的殿當中敬拜 故此我們祈求聖靈 你在我們的心裏運行 讓我們能夠領受你的話語 謹記在心,一生實淺,榮耀你的名 我們將以下時間交託 多謝你聽我們的討告 奉主耶穌明求 阿門 好,我們今天會分享 《約書》《寄十一章》一至十五節 有十幾節的經文 我們也一起來讀出 好,不如我們分開 弟兄讀單數節 姐妹讀雙數節 好,預備,請弟兄 下所王爺賓聘見了 就派人到馬頓王若巴 新雲王、厄薩王 和北方山區 激利列南邊的阿拉巴 低地西邊多爾山江的珠王 以及東方和西方的嘉南人 山區的阿摩尼人 客人,比利洗人 野布斯人和黑門山下米斯巴地的 欺美人馬裡 他們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 一大隊人馬多如海邊的沙 並有極多的戰車戰俠 眾王組成聯軍 來到米倫水邊一同安逢 要與以色列通 耶和華對約書雅說 你不要怕他們 明日這時 我必把他們全部交給以色列人殺滅 你要撼斷他們馬的提根 用火焚燒他們的戰車 於是約書雅和所有跟他一起作戰的士兵 來到米倫水邊 突然攻擊他們 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裡 以色列人擊殺他們 追趕他們到西頓大城 到米斯利伐 馬欽直到東邊米斯巴地山谷 以色列人擊殺他們 沒有留下一個幸存者 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去做 肯斷他們馬的提根 用火焚燒他們的戰車 那時耶和華轉回 奪了下鎖 用刀殺了下鎖王 先前下鎖在這些王國中視為首的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城中所有的人 把他們完全滅盡 凡有氣息的 沒有留下一個 若書雅有用火焚燒下鎖 若書雅奪了這些王的一切城鎖 禽獲了這些王 用刀殺了他們 把他們完全滅盡 正如耶和華的牧人摩西所吩咐的 至於造在山江上的城鎖 除了下鎖以外 以色列人刀沒有焚燒 若書雅只焚燒了下鎖 從瓦西城鎖所奪的財物和生畜 以色列人刀取為自己的略物 至於所有的人 他們刀用刀殺了 食刀滅盡 凡有氣息的 沒有留下一個 我們一起讀十五節 耶和華怎样吩咐他的牧人摩西 摩西就這樣吩咐若書雅 若書雅也照樣造了 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若書雅沒有一件偏離不造的 好 我想問一下 我們多不多有聽見一些坊間的言語 或者一些詞句去描述 人多力量就多的一些句子 人多勢眾 人多就好辦事 團結就是力量 矮多生死像 我要列出 有些可能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萬人萬雙手 拖著泰山走 聽過沒有? 還沒有 人多講出你來 道多打出米來 有沒有聽過? 是嗎? 也沒有 是的 一枝竹仔會二折彎 幾枝竹一折斷折難 有了 這個就有了 原來 有些句子不是來自我們廣東人的 就是 事成於和睦 力生於團結 原來是翻譯過來 坊間真的有很多句子去描述 人多就力量大 強大成事就更容易 我們都聽過很多這些句子 但我想問問 其實是否真的一定呢? 人多力量就多就一定成事 是嗎? 也未必 有人說有保留 是嗎? 其實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約書 11章1至15節 我們就知道 是不是人多一定力量大就成事呢? 原來不是的 我們今天分享這個11章 其實是接觸上一個主日 約書雅記第10章 約書雅帶領以色列人 已經對付了擊敗了南方那邊的聯軍 今天我們就會聚焦在加南地北方那邊的聯軍 其實力量真的很強大 怎樣強大呢? 我們待會看經文就知道了 我會將它分成三個段去看 我們看看約書雅究竟 帶領以色列人是怎樣面對這個強大的敵軍呢? 首先第一 他就是用一個信靠的態度 在1-7節 約書雅帶領以色列人是信靠神的應許 不是憑眼去見眼前的情況 第一節一出場 就是下鎖王爺濱 下鎖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下鎖其實是在加南北方一座很大的城 很繁榮的 也位於在呼南湖西南部 6至8公里 是屬於一個戰略性的位置 而且下鎖這個地方 是擁有著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地位 所以北方所有附近的國 都以下鎖為首 經文就記載這個下鎖王爺濱 他聽見了一些東西 雖然經文這裡沒有說聽見什麼 不過我們知道其實 就是接著之前的記載 他聽見了約書雅帶領以色列人 竟然是大大的擊敗了南方那邊的聯軍 於是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他就很主動去做一連串的事情 那麼他做什麼呢? 他就是主動去聯合北方 他們那個區附近的一些聯軍 很多人 他找了多少個王 第一節你剛才讀的時候 又有馬頓王 新倫王 厄薩王 不止 第二節北方山區那邊 激利烈南邊那裡不同的地方 還要西邊也去了 多爾山江 多道都沒有,正經沒有數出來 就這樣說豬王 就是很多王 不僅僅 他還聯合了很多族人 包括東方、西方的加南人 山區那裡 一路我們剛才所有 阿摩利人、客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 黑門山下的米斯巴地、希美人 很多的民族 很多的國家 他聯合起來 然後他們成為一個大的聯軍 就安迎在米倫水邊 就要準備和以色列人作戰了 哇,經文描述的多是如何多法呢? 第四節 他說一大隊人馬 多到海邊的沙 還要是極多的戰車、戰馬 這麼大的陣容 你留意得到 其實戰車、戰馬 在約書雅紀這裡是第一次出現 就是說這次約書雅和以色列人 所面對聯軍的實力是非常之強的 他們能夠人多到海邊的沙 用的武器是最先進的武器 有車、有馬 但以色列人一直在用什麼作戰呢? 刀而已 所以其實在表面上來說 你真的發現實力是很懸殊的 不知道呢 如果面對這麼強實力的敵軍 你是約書雅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你會不會有點害怕呢? 當我預備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代入去思考約書 我想我會害怕 因為敵中我寡 加上對方有先進的武器 聲勢又很大 其實基本上未開戰 已經給自己有一個很震懾的效果 內心會覺得對這場仗 應該沒什麼信心 加上還要作為帶領者 很難去鼓勵其他人 一起用信心去對抗 因為可能我心裡都在想 嘩 這麼大的敵軍 怎麼打呢? 雖然經文沒有描述約書雅 他有什麼反應 但是從第六節 耶和華一開始對約書雅的鼓勵 說什麼? 你不要怕他們 其實或許多或許少可能約書 都會有怕的時候 都會有擔心 因為眼見實在太大的陣容了 但是當神鼓勵他不要怕 不僅僅 神不僅叫他不要怕 神還更加明顯地給他應許 明天這個時候 神就會將這些敵軍 完全交在以色列人的手裡 而且還教他要如何處理這些先進的武器 就要將敵軍的戰馬 的提根撼斷 以及要用火燒了那些戰車 神已經說了 如何處理 因為一定贏的 於是約書雅就以信心行動 向敵方發動這個突襲 我們看經文的記載 真的很明快 這個戰士的節奏是幾節 說到立即行動 大大勝利 但是如果我們嘗試 停一停 想一想 放慢一下情節 面對這麼大的敵軍 他們所用的武器 基本上實力很懸殊 現在打的仗是生死有關的 一輸是輸人命的 但是即將要開戰 你是約書雅 現在神跟你說 我會給你允許 明天這個時候敵軍交在你手裡 你要撼斷他們的戰車 撼斷戰馬 燒他的戰車 如果神這樣跟你說之後 你有信心去帶動以色列人打仗嗎 可能你就會覺得 我會有信心 因為神這樣說 神給了允許 就像約書雅一樣 我在想 如果我回答這個問題 我也會回答得有信心 因為神給了允許我 其實我就在想 為什麼會這麼有信心 因為我都看了約書雅記 我都知道之後 那種勝利是多麼長快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上來 憤外有信心 但是如果我們代入在約書雅 其實當時他還未看到結局 他還未知道以色列人可以怎樣贏 他只是憤信心領袖神的應許 然後他必定要先行動 他才可以看到應許的成就 如果你是約書雅 你根本看不到結局 只是憤信心 你有沒有這麼爽快呢 我相信仍然有弟兄姊妹說 我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信得過 神說得出 做得到 弟兄姊妹 其實在我們熟靈生命中 神也給了很多應許我們 我們都知道 神說得出 做得到 但是我們又能不能夠 拿著這個應許 以致我們先有信心的行動呢 然後我們就看見 神的應許成就 例如奉獻方面 神在馬拉基書 祂說 你們要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傳言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良 以此事事我 是否為你們闖開天上的窗戶 傾覆於你們 甚至無處可用 接著去到新約 神又鼓勵我們 你們來看看地上的麻雀 天上的飛鳥 他們也不中也不收 但是神都看顧 所以不要憂慮 神真的給了很多應許我們 但是 我們 有沒有因著困難 而又猶疑或者卻步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當計算自己的收入 接著擺上十一奉獻之後 很困難 甚至可能有缺乏 甚至可能有缺乏 我有試過這些情景 當我和先生都一起去讀神學 當我畢業了 我先生仍然在讀神學 但我女兒已經出生了 我們真的有很緊絕的事後 但我們仍然用信心 不奪取神之物 將神的十分之一給他 因為這是屬於神的 我們發覺我們真的經歷到 神有很多很順實的看顧 是有艱難的 是有難的事後 甚至我試過一些情況就是 我女兒最初上學 大家作為父母有沒有經歷過 子女一開始進入幼稚園上學 最大的得著是甚麼 就是病菌帶來的抵抗力 是嗎 有很多病 我女兒經常都不舒服 氣管又不好 一定就要帶她去看醫生 而醫科醫生又有一定的費用 我們真的試過緊絕到甚麼 就是我們跟女兒說 女兒 我們要借用你的利是錢 因為我們父母真的很緊絕 但我們知道天父會供應 所以在很多很艱難 很缺乏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想方法 但神真的有去信實供應 所以我們更健在 而在當中 一連串這些訓練 讓我和我先生 不僅僅 其實我女兒也有份 我們去見證 就是神的應許是真實的 祂真的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去成就祂的看顧 我們是有面對困難 甚至我心裡也有覺得難受 但是 神的看顧是實在 祂的供應是準時 我覺得最寶貴的 就是不是我和我先生兩個去經歷 而是有個女兒在當中去參與經歷 原來神是我們家庭的主 神是我們供應的主 所以用信心才擺上行動 你會經歷神應祂的成就 除了奉獻之外 神在聖經裡也許我們說 如果合祂心意的討告 祂一定會成就 為家人信主這些討告 你覺得合不合神心意? 很合神心意 所以我也是這樣去進行 在我開始找到教會 有穩定教會生活之後 我一直為父母信主祈禱 非常感恩 我其中兩年 我媽媽就信主 於是繼續去討告 為父母信主祈禱 如是仔 不只是我其 我妹妹、我姐姐 我們都一起守望 一年、兩年、五年、十年 我爸爸也不信 後來他還發現有癌症 身體越來越差 我們也開始心急 爸爸何時才肯信呢? 我們再行刺討告 禁食討告 一年、兩年、五年、再十年 他也是未信 我坦白說 在過程中 我和妹妹分享的時候 我們也有期望 有失望 我們也有擔心 也繼續去討告 不要放棄 雖然我們不明白 為何已經這麼久了 眼見爸爸的身體越來越差 怎麼辦呢? 唯有討告 我們深信 這是合神心意的討告 結果 再在幾年之後 一個意想不到的下午 有牧者來探訪我們的爸爸 當日其實我和妹妹都不在家 那個下午 爸爸就決自信主 他信得很堅定 信完之後 我們還未開始去想 究竟家裡的偶像如何處理 我爸爸自己就 一個人搬了整個櫃 竟然丟掉 自己處理了 完全沒有找牧者 他信得很堅定 非常感恩 我們和妹妹一同印證 出於合神心意的討告 結果二十多年後 神真是誰聽 弟兄姊妹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很多時我們都像約書一樣 我們是面對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是面對都不知如何處理的艱難 但我們明明看到聖經 神有應許 但神的應許 往往就是在我們要發出信心行動之後 我們會經歷 我們會體見 就算你說 我在這一生 我都看不見神 應許成就 那是怎樣呢 希伯萊書十一章十三節 都有說 他說 這世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都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 是客女是寄居 是啊 可能神的應許 不在我們此生成就 我們未必看見 但我們憑著信心 我們知道神的話語是不會落空的 神必定會成就祂自己的應許 所以弟兄姊妹 約書雅 他帶領以色列人 不憑眼見 看那些困難並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 在走近神的應許 作出信心的行動 這是第一點 約書雅他們這個戰事裡面 帶給我們的提醒 第二 就是盡力作戰 他們盡力作戰 滅絕正盡 他不是坐著等神應許成就 當他們真的發動這個突襲之後 你看到八至十四節有多少個動詞 那些動詞我都用紅色亮亮了 以色列人擊殺他們 追趕他們 有擊殺他們 撼斷他們馬的提根 用火焚燒他們的戰車 然後擊殺城中的人 滅盡 焚燒下鎖 奪了那些城鎮 亦都擒獲黃 殺了他們 滅盡他們焚燒下鎖 將奪回來的取為略物 然後所有的人 殺了滅盡 當你看那個地圖 你發覺 他們所踏捕的範圍 真的一點都不少 短時間之內 他們要追趕那麼多的人 海邊的沙 要追趕那麼多的人 將他們擊殺 沒有留下一個 若需要自己都跑去對付下鎖王 焚燒了下鎖 但你記得 由此至終 以色列人只是步兵 他們用那個武器只是刀 但他們面對的是戰車戰馬 面對的是海邊沙一樣的敵軍 竟然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大獲全盛 簡直是神跡 而第九節所描述他們做的 撼斷他們馬的提根 用火焚燒他們的戰車 其實是按照第六節神親自吩咐 為何要除去對方的戰車戰馬 這些軍事力量 因為除去這些軍事力量 以色列人的威脅就大大減低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 以色列人都不可以用這些戰車戰馬 免得他們以為自己是靠武器得勝 其實真正令他們得勝的是耶和華神自己 這個令我們想起詩篇二十篇第七節 我們一起讀這句金句 預備起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耶和華 我們神的命 我覺得這句金句正好合適形容這場戰事 為何可以這麼順利去得勝 就是神自己的幫助 人在當中是負上全力去作戰 但是得勝的是在乎耶和華 這個亦令我想起 蘇穆斯經常都說 百分百是人的努力 但是百分百是神的恩典 其實神從來都越納人去參與他的事工 雖然我們所擺上的實在很少 但是當我們盡力去參與的時候 我們會能夠經歷同神同工的喜樂 甚至去看見神成就事情的奇妙 不過問題是你願不願意盡力去參與呢 會不會因為見到環境有困難 見到自己有限制 所以我們不夠膽呢 原來當我們這樣害怕的時候 我們就忘記了真正成事的是耶和華自己 不是我們 我們只是參與的過程 神是願意我們擺上自己的盡力 即使只是很微小 最近我在網上聽到中國報道會的發展史 是郭文慈牧師去分享 原來中國報道會是來自美國報道會的 美國報道會他們決定要有猜傳的事工 中國就是他們第一個工場 所以在1888年的時候 美國報道會猜獻了三位宣教士來到中國 他們包括一個名字的譯音就是 寬跨倫牧師 他們對中國很有負擔 還有蕭宇之牧師 他們可以說是寬跨倫牧師的助手 他們經常一起參與事工 還有吳錫興牧師 在1888年他們來中國宣教 可以說一個宣教士 或者幾個宣教士 基本上宣教的困難 他們全部都面對了 包括什麼困難呢 經濟 經驗 人力 政治 交通 語言 健康等等 這些困難他們全部都經歷了 但是在這麼多困難之中 他們擺上自己盡力 結果他們可以建立了第一間教會在廣州 不是因此就很順利 宣教士功繼續發展 其實在1888年打後 那個階段在中國的傳福音真的很困難 至少面對了三個考驗 第一就是當時的迷信之風是很強烈的 當時要那些中國人去聽耶穌 去信耶穌 非常困難 因為一旦信了耶穌之後 可以說那個人就會斷落 甚至有可能被殺害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宣教士堅定地執行使命 他們決定用植根文化的方法 為宣教的方向 即是他們會輕辦小學 輕辦了十幾間小學 透過醫療去宣教 透過玻璃彩繪、工藝去傳教 甚至他們有一艘福音船 叫啟名號 那些宣教士日間上岸去傳福音 有時會留在船上傳福音 但是所得到的反應是很差的 有什麼情況會出現呢 他說那些人知道宣教士在船上 就不斷扔石頭 扔到好像下雨一樣 不過那些宣教士說都習慣了 甚至試過有人太激動 很反對 就要用分辨來想向宵宇之牧師倒向他 幸得當時有人及時的阻止 所以迷信之峰導致那個反感是很大 他們當中的傳福音是很困難 這是第一個考驗 第二個考驗就是民族主義很高漲 所以產生了反基督教的運動 對很多信徒和宣教士作出迫害 當時一群宣教士他們這麼大的迫害 他們就打算撤退了 由廣州撤退到廣西 但誰知道在路上他們被人打劫了 所有的盤川都沒有了 他們唯有折返回廣州 回到廣州他們就不是坐在那裡 他們決定要留下來 來堅固當時被迫白的信徒 那做了些甚麼呢 跟我們今天也很有關係 於是他們舉辦了培靈賢經會 大家記不記得8月1日至10日 你有參與嗎? 有多少人聽過培靈賢經會 有很多人聽過 今天我們可以上網去聽 原來培靈賢經會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 在1927年 為了堅固當時被迫白的信徒 於是用神的話語 去堅固信徒 培育信徒的靈命 舉辦至今已經九十幾年了 我們上網很幸福 但原來當時的信徒是被迫白的 他們有些為了渴慕神的話語 是從很遠的地方 故意去到現場聽到 那麼遠呢? 怎麼辦呢? 他們當時有人帶著米煮飯 來聽到 因為他們期望自己可以留耐一點 聽多一點 甚至幾天之後 聽完都覺得不夠 還想留下來繼續去聽神的話語 於是培靈賢經會 就是這樣產生了 在神的使用之下 越來越多人聽到 越來越多人得到造就 第三個考驗就是 接著發生了日本侵華 以及文化大革命 很多迫白 有些宣教士被迫回自己的國家 但有些宣教士 他們決定不回自己的國家 於是怎樣呢? 轉往了香港 神學院也因此轉往了香港 就是這樣 中國報道會在香港 就發展了另一段歷史 時間關係今天不能夠長談 但是 一路時至今日發展 於是有恩福堂 亦都有恩福馬安山堂 所以大家今天能夠坐在這裡 去被牧羊 一起去敬拜 是因為有前人 願意為主擺上 即使是微小 上帝自己成就他的工作 以至到報道會能夠成為 更多更多靈魂的祝福 報道會不僅僅在教會上建立 原來在文字工作上 亦有姐妹 去維生一生的時間 成為多人的祝福 有一個姐妹 她差不多用了一生的時間 去做翻譯的工作 她就是將主要學的課程 由英文翻譯到中文 翻譯的課本多得很厲害 那這位姐妹是誰呢 就是包會員牧師的太太 包許冰青師母 她用了差不多一生的時間 去翻譯主學的課程 由嬰兒未出生 已經有課程給她 其實不是給她 是給她父母 學怎樣做別人的父母 培育淑寧的下一代 然後就有啟蒙班的課程 幼稚班的課程 初小、中小、高小 接著是青年班 每年有四季 有老師本、有學生本 有文字、有插圖 哇 你計算一下 即是總共多少冊 多得不得了 是因為包師母 她用了差不多一生的時間 就是擺上自己 盡力地來翻譯 好叫更多人得著 神真理的教導 得到造就 其實要分享的見證 真的很多很多 但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在神的事工上 原來只要我們盡上自己的努力去參與 神就會成就祂自己的工作 雖然我都覺得自己所擺上的真是太少 比五餅二餘更少 但是神不是看這些 神是看我們願不願意盡力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 其實神在你生命裡都有照命的 神都很願意你擺上自己 盡力去參與 不過問題是 你願不願意呢 最後 整場的戰士是大大勝利的 這個關鍵就是我們知道 是因為人忠心 人忠心去聽命 他願意去信靠神的應許 於是遵行神的吩咐 第三個給我們提醒就是忠心 忠心傳承 服從吩咐 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整段經文裡 吩咐這個詞語出現了多少次 總共有五次 分別在第九節、十二節和十五節 你發現這五次裡 只有一次是描述 耶和華直接吩咐約書雅 其餘四次 都是耶和華吩咐誰 墨西 墨西再是吩咐約書雅 五次的吩咐 我們看到 原來這個吩咐 遵行神吩咐的傳承是很重要的 因為 摩西不僅是一個很忠心的仆人 去聽神的吩咐 他還要記住 然後傳承給約書雅 約書雅也得到摩西的傳承 他亦去遵行 他亦傳承給以色列人 忠心傳承神的吩咐 就是整場戰士得勝的關鍵 到十五節結尾 這一句 沒有一件偏離不造的 可以說是總結整場戰士 為何如此順利 能夠獲勝的關鍵 原來 忠心將神的託父使命傳承 不是摩西和約書雅的責任 是你和我都有的責任 特別是在家庭裏面 我們是否真的將神的真理傳承給下一代呢 或者在我們的家庭以外 我們是否將神的真理和吩咐傳承給我們認識的人呢 這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 其實還有很多個例子 我們熟悉了一本書叫《標竿人生》 我想大家很多都看過 一本很好的書 作者華里克穆斯 原來他也得到他父親 Jimmy Warren 穆斯的傳承 他父親的遺言 可以說是幫助他塑造了他之後的人生 華里克穆斯分享他四歲的時候 他就去幫父親一起建造教堂 當然四歲的小朋友幫得上的網是很少 但是他卻從父親的研教、新教當中 是得到造就 他形容他說 他父親從來很少提及 他自己究竟看了多少本書 看過多少套電影 參加過多少場戰爭 但是他父親經常提及的一個很高遠的夢想 就是建造教堂 而且還要接連不斷地去樹立教堂 華里克穆斯分享 他說在他父親離開世界之前的那一晚 他、他太太和他的侄女都陪伴著父親 當時他父親身體非常虛弱 但是不知道為何突然他變得很激動 他很想下床 但是因為他身體太虛弱 他根本就動不了 起不了身 他家人見到這種情況就問 哎呀,你不能夠起床了 你現在病得很嚴重 你是不是有甚麼想拿 不如我們幫你拿 他父親只是說 我要為耶穌救多一個靈魂 我要為耶穌救多一個靈魂 他不斷重複這句說話 華里克穆斯說 我不是誇張 在一個小時之內 爸爸這句說話重複了起碼一百次 華里克穆斯一直聽到爸爸說這句說話 他很感動 他流淚 他低頭 他說我很感謝神 我爸爸留給我的遺產 就是憐憫靈魂的信仰 當他低頭很感動的時候 他爸爸用虛弱的手按在他頭上 然後口口繼續說 為耶穌救多一個靈魂 為耶穌救多一個靈魂 他說他感覺到那一刻 是一個最神聖的呼召 就是因為這樣他知道 他這一生人以下的時間 無論遭遇甚麼困難 別人怎樣批評他、攻擊他 或者一些他意想不到的障礙 他都要履行的是 為耶穌救多一個靈魂 於是他在1980年 就創立了馬安峰教會 不是馬安山教會 馬安峰教會 在美國 當時教會的初期 只有他和家人而已 但是到了現在 每一個星期 已經有三萬人參加聚會 擁有三百多個教會的事工團體 包括囚犯事工 成癮者事工 單親家庭事工等等 祝福了很多人 他又建立了標竿教會網絡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做培訓 其實他也曾經來過香港 去做培訓 他之前寫了一本書 叫做《標竿教會》 這本書 還被列入改變二十世紀的 一百本基督教書 直行列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個的爸爸 他就是對福音使命的忠心和熱誠 傳承了給他的兒子 神就在當中去工作 透過這個兒子 他忠心的履行 於是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成為更多代人的祝福 所以總結這場的戰事 我們看到以色列人 雖然面對最強大的陣容敵軍 對方有最先進的武器 根本你看表面 實力是非常懸殊 不能打的 但是因著神有應許 約書亞憑信心 來到領受神的應許 就先發出信心的行動 所以成長的戰事 我們看到 根本是神自己在這裡工作 人只是盡他的忠心去擺上 有一個四字詞語 叫《遇強越強》 都是我今天的講題 什麼叫《遇強越強》 即是當我們看到一個很強大的場面 或者遇到一些很強大的人事的時候 自己就要更加配合 發出強大的能力來應對 不過我想問的就是 當我們看到很強大的敵人的時候 我們說要發出很強大的能力 但是能力從哪裡來? 能力是從神而來的 神在聖經上給了很多應許我們 只要我們憑著信心去領受 能力就從神而來 即使有很多困難 但是當我們知道我們堅守真理 有神的應許 是神的吩咐 最終得性的是神自己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願不願意回應呢? 不知道今天 神有沒有呼召你 要參與屬靈的事工 還是在參與的過程 或者你將要參與的過程 其實你知道會有困難 你知道自己有限制 但是我們要信得過 其實神已經揀選你 神是一生會與你同在 聖經上有很多應許 神為何會給我們這麼多應許 祂就是要我們一生可以走得好 在神的真理上 神知道我們有困難 知道我們有軟弱 祂給了很多應許 但你有沒有在捉這些應許呢? 我希望我們不單止自己經歷 是你和你下一代都經歷 這個神是真實的神 是又真又活 是我們家庭的神 如此我們一代一代都蒙神的祝福 一代一代 繼續是事立在神的面前去服侍 所以我盼望我們一起去祈禱之先 有三件事我們可以思想的 第一,你是否真的信靠神的應許呢? 神是絕對願意幫助我們 但我們要憑信心去領受 第二,神有召命給你 你願不願意去回應呢? 即使你覺得自己很微小 即使你見到很困難 所以第三 你今天面對甚麼困難? 你願不願意去祷告 交託給神 經歷神的大能 我們一起祈禱 在祈禱之先 我很想邀請你 先用一些時間去祷告 弟兄姊妹,神真的很愛你 祂在聖經裡給了很多應許 因為祂很想你的一生 就是走在夢幅的路上 走在夢幅的路上 你如何去回應神呢? 第二,神在你生命中有獨特的召命 神要使用你,你願不願意呢? 第三,神在你眼前 在你眼前 或者你知道當你踏出 你要面對的困難 你向神祷告 交託給神 然後去經歷 神與你同行 我們一起祈禱吧 親愛天父,我們要讚美你的命 因為紅水泛濫的時候 神你仍然坐著為王 但我們非常感謝你 你如此大能,如此有榮耀 但你卻竟然看顧 好像塵土一樣的我們 你竟然願意 藉著耶穌基督的犧牲 成就對我們的救贖 今天我們能夠稱為你的兒女 完全是你的恩典 神呀,你更願意 越納我們有限的擺上 故此我深信 在座每一個弟兄姊妹的生命 都是你所看為寶貴 神,我求你堅固我們對你的信心 讓我們看見你的應許必會成就 讓我們知道最終得性的是你自己 神呀,堅固我們一生行在蒙福的路上 讓我們能夠憑信心堅守真理 求你亦讓我們的生命 成為造就別人的一個見證 我們即使眼前有困難 你知道我們心裡 真的想起一些困難 但主,讓我們眼目對準你 讓我們將困難交託你 因為你才是最終成就所有事情的神 神,我們感謝你 因為我們每一個的討告 呼求你都會垂聽 求主繼續堅固,並且引導我們 我們這樣同心地討告 奉主耶穌明求 阿門